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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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官 吴雷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大家请坐 欢迎来到天兴卫视非你莫属 我是吐雷 欢迎来到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十二位老板 今天有一位新朋友是CK1功夫娱乐的创始人 于东 掌声欢迎 公事团新成员于东 CKE功夫娱乐创始人 中国功夫娱乐赛事向美国职业摔跤联盟看齐 以娱乐性和观赏性为核心 打造中国功夫巨星 以国人重新爱上中华武术为使命 以中国功夫各大门派优秀技法为基础 融合自由搏击 摔跤 跆拳 跆拳道 巴西柔树 等多种格斗流派博彩重场 其潮流娱乐与功夫搏击于一体的全新赛事品牌 掌声欢迎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我是李慧 曾经是一名发爽英姿的锦花 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风雨交加 在滚滚的车流中永远有我穿梭的背影 守护一方出行平安 我是国家正义与威严的使者 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警察的职责与使命 现在我收起戎装 用巨沙成塔的执着步入职场 希望可以成为平栏定海的优秀精英典范 李慧女27岁内蒙人 内蒙古大学本歌行政管理专业 此类老师好 稍微老板好 人力资源专家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叫李慧 我来自内蒙古素有草原钢城之都的一个城市包头 我觉得我的性格就像是草原上的一批野马骑子一样 豪放开朗 但是不安于现状 五年的从井经历磨砺了我许多 它给了我认知的理性 行动的高效 人际的有效和情绪的稳定力 现在我选择从稳定的体制内跳出来 因为我想过一种不一样的人生 我相信有自己的努力 我一定会成为独当一面的职场精英 谢谢大家 我的剪刀 幸福于托老师 锦花 对啊 警察呀 是 我是交警 交警 对 我第一年是内勤的工作 然后后四年就是调到了外勤 就那个 对对对 我们考大家几个交通常识好不好 好 大家抢答好吗 我做一个知识 难一点的吧 别太简单 抢答 有人知道吗 前面停车 从下面走 从下面走 从哪下面走 他说的是地铁的交警 地铁的交警 还有没有 这对吗 这对吗 不对不对 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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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陈总答对了 再来一个男的 再来一个男的 这太简单了 谁知道 右拐吗 是右拐吗 执行 执行吧 你啊 你啊 长得就像一灯泡 你怎么会想着做女警呢 因为我父亲也是警察 那你是公务员吗 不是公务员 但我是事业编 辞掉事业变出来 家人这个支持吗 不支持 我辞职是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 我提出来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支持 而且我父亲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 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男子主义的人 我跟他在提出来的时候 我说爸 我想跟你说个事情 我想辞职 他不容我说第二句 直接就说 行行行 别人都干了 好好就你辞职 掉头就走了 所以这个事情拖了很久 而且我父亲在15年的年底 做了心脏搭桥的手术 所以说他这种脾气很暴躁 我不太敢跟他沟通这个事情 那你赶紧跟你爸 一说他就生气 说两句 要不然你爸得恨上我们了 爸 我知道你和妈妈都是非常爱我的 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不对 我现在选择过我自己的人生 过一个别样的人生 但是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对我有信心 相信我爸 已经死了 已经死掉了 这女生很干脆 说辞就辞了 不拖泥带水 来 我们来看见她的背景资料 来 这一张主要展示的就是 我关于工作当中 有些活动执行的能力吧 中间第二行两幅图片 是我们交警 去年新推出了一个APP 然后手段免发 还有事故快处理一些平台 有一些汇民措施 然后要求一天必须下载多少APP 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 说模仿深圳的一个快闪 什么叫快闪 快闪就是在商场里忽然间放音乐 然后我们组成一个队形跳舞 你知道吗 你跳了吗 这里面 跳了 你跳舞看看 我跳得不太好 来 你跳舞看看 我是属于用我们的方言 你是属于乱语冲术的是 混混 来 来 来 你好好听 好好听 预备 开始 就这些吧 我觉得既然来了 就要把自己的这种 大方潇洒自信展现出来 所以我就偷偷写大大方方的跳 可能跳的不是特别的标准 特别的好 但是我也尽力去展现 我自己的能力吧 这个是我日常执勤的时候的 一些形象展示 哇 好帅呀 因为我是外勤 真的是风吹日晒 因为我们的工作是 早晚高峰 各要保证一个半小时 在路中间 而且是非常规范的执勤 不是说可以随便走动 一定要占军资那样 所以在393伏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的苦 我冬天站在外面的时候 真的是有时候冻得想哭 因为内蒙古的冬天很冷 但我看你挺白的呀 你没晒黑 一辈诗面膜好用 呦 这个广告大都不错 你还真用一辈诗 这个我看有些交警 在很严热的夏天 还要穿很多 就是还是长袖啊 不热吗 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规定的装束 比如说你一定要要 要有颈服 要有腰带 然后还要有 有执勤的几大件 比如说非常沉 比如说执法记录一样 对讲机一样 要背很多东西 但是没有办法 也不能穿高跟鞋 因为我们是有一个 内蒙古的特色 因为穿的是马靴 马靴 到膝盖的马靴 所以说我现在买鞋 从来不买鞋了 我已经穿得够够了 那终于可以穿高跟鞋了 可以抹口红了 可以穿女孩子 穿的裙子了 是吧 你要求薪资多少 6K 因为我是从一个职场 从体制内跳出来的 可能只是一个职场小白 你在交警队一个月 能多少钱 内勤的时候是2000 但是转到外勤的时候是4000 你在职场技能还是零啊 但是你还比原来的公司 还加了2000哦 我觉得可能我原来的 专业和经验的能力 不能很好的平移 但是我觉得这些 很好的品质 可能会伴随我的 以后的职场生涯 是这个理由是吧 你做什么岗位呢 我想先从基础的做起 比如说项目助理 活动执行 或者是市场营销 来第一轮选择 去货磊 多喜欢你啊 谢谢大家 金生我有才 金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曲 张辉妹的我可以抱你吗 你为什么选择这首歌 我要抱你吗 因为她知道我冷 谢谢 她的警察害怕 没事 赶紧叫救护车 如果唱到动情处 可以跟你合唱吗 非常好 对 因为我是 去小阿妹 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 女生二重唱 每次看人唱歌 两个手是这样摆的 我可以抱你吗 抱我 对对对 这是 那个 手上一点姿势都没有 我车里就有这歌 天天听 我觉得这空间 真有本领 她能把那么缠绵 翡策的一个歌 唱得正义凛然 唱警察之歌 唱几个 她很爽朗 很洒脱 这个落落大方的 来我们先看下小兵的解 李慧是个兴趣爱好广泛 又自带能量的姑娘 她涉猎广泛 对时尚 搭配 美妆 都颇有自己的见解 和李慧最匹配的老板是 含号化妆品的刘总 看来两位对美的定义 还是很一致的 和李慧最不匹配的 老板是 归人有鸡奶的侯总 大概是因为两人 涉猎范围的交集太少吧 老红你得看看你的微博了 你跟谁都不匹配 你跟手艺都不合 既然是我们最匹配啊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在你的憧憬经验当中 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个小细节 就是你们七个人在广州 筹备了一个项目 在这个项目当中 你自己的特长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做一个落地执行会非常的有效 刚开始是要到这个场地去搭建场地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摆设 所有的怎么样的规划 有什么样的目的 都是我们一起来共同想完成的 但是我后期的工作是给各个地方的支队长去讲解这些东西 因为他有好多支的长来参观 你是出主意的还是执行为主的 想的比较多 但做的也比较多 你从体制内跳出来 你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跳出来 在15年的时候我就想要跳出来 两年了 既然你已经蠢蠢欲动两年 这么决心的要出来 你为进入职场准备了什么 我就是平时看了一些策划成功的案例 说一个案例来听一听 说一个跟侯总有关的 跟侯总有关 这也是做奶业的 在包头有一个总场 所以经常接触的比较多一些 也比较关注 然后他对市场的一个战友 在内蒙地区是非常大的 所以对客户有 对受众客户有分类 比如说老人小孩 比如说他一些市场的分析 所以说其实你并没有去深入研究过 这个案例当中的亮点 是吗 可以这么说 这也不是个案例 不太不太 他说的不是个案例 我所指的是 他既然这么毅然决然 他肯定得有所准备 不打无把握之仗 对吧 各位老板和图类老师 对我都有关于职场能力的一些考核 我觉得自己在这个领域是一块短板 所以我可能回答的不太好 你会我可以换个角度问你一下 你想做的是策划和营销 你过去做的是交警 从你想做的事情抛开自己外 你有没有考虑过从你可以做的事情开始做起 还能找一份怎么工作 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可能陆地执行我会做的比较好吧 陆地执行 再具体一点 陆地执行 女司机 行政管理了 那是你的专业 愿意做行政吗 但是我觉得我的性格是 因为我经常会跟各种部门在打交道 我觉得我更喜欢去跟人打交道 然后去解决一些事情是这样的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你特别不想干那份工作 想跳出来 对吧 你很决心 排除法 但是你并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 然后进入到职场 完全从零开始 你真的做好了这种准备没有 我觉得你没有完全做好 否则的话 你不可能在两年准备跳槽的过程当中 没有做好非常长足的准备 你只知道你不想干那个 却不知道自己真想干什么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他们给你什么菜 你来挑 好吗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实际 徐章老师提供实力 我这边给你提供两个这个可能性 一个是在我们HR部部门的助理 还一个是在我们市场做这个渠道拓展的这样一个助理 给你的稿位可以两个 一个是市场部的活动执行 然后另外就可以跟客户打交道的工作 工作地点在北京 谢谢 同仁堂中国风潮牌为你提供的职位是行政助理 谢谢 王琪 第一个你喜欢的这个市场营销策划的岗位 我可以提供给你 但是我觉得这个目前来看不是你最容易入手的 我们行政部门的行政助理这个岗位其实更适合你 而且薪酬开的也会比那个高很多 这两个岗位都可以给你北京了 谢谢 给你的是我们集团 加盟联社事业部商务拓展的这么一个岗位 它里头有市场的职能 也会有活动策划的职能 谢谢 来到我们这个团队之后 可以从你擅长的并且喜欢的行政一点点做起 有两个岗位可以给你提供 一个是行政助理 第二个呢就是培训助理的岗位 谢谢 我们是一家高科技的企业 现在从事的是跟人工智能和VR相关的 到我们的总裁办 那是我们的外年的专员 我觉得你第一步的话应该是做初级助理 那第二步的话就是项目熟悉之后 我们可能会两年之后 把你外派到内蒙古做城市负责人 谢谢 我给你的职位是项目组的项目的助理 到底跟谁牵手 你要坚决和果断 行吗 走 去吧 酒 不好意思 谢谢 不好意思谢谢 不好意思谢谢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谢谢 有请陈浩 王岐 男前不上感情 请揭晓 6千1万2 你1万2有家吗 这是行政助理的 我这综合收入1万2 你这综合多少 综合也是1万2 我觉得综合就更可怕了 未来的成长空间比这大的多 我也改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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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因为我们计计项的方式不一样 我们都是无则底心 跟计项是五五拍的 所以我开8千 就现在综合收入1万6 你要改吗 我可以改 但他综合收入 跟我的还不是一个系统 我先说一下 你们俩都疯了 对 现场的同学们 陈浩哥 电视机之前的观众朋友们 我来现在向你们解读一下2017年最大赛事 就是两大教育机构的PK赛 两位老板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 现在正在展示企业实力 满满满写的全是喜爱 看着像真爱 这个确实溢价比较高 因为我们这个含五险液金的话 已经超过两万多的成本了 就是像他开的一万五 不过话说王院长 他的确在这方面没什么工作经验 从HR的角度上请您三思 你觉得他的正当的这个价格水平区间是多少 我觉得这应该是6K到8K 6K到8K正常 王岐啊 你确认你要这么任性吗 第一啊 我觉得整场的表现 刚开始到现在 我看得出来 第一啊 他的反应能力是非常强 你是他爸爸派来的间谍吧 我愿意 而且我特别相信 他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 你了解他父亲 你认识他 我能从他身上看出来 他里面有特别男性的意见 你不是火星时代 你是火眼金睛啊 只是因为由于喜爱 确实啊 今天咱俩都有点冲动 都给的稍微高了点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 确确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成了他的优秀 但是如果说一个行政能源 没有很多的经验 然后你们用一万五的工资 我是会认为说 电视机前的这个求职的小伙伴们 认为在这个舞台上 就可以这样子 其实我会隐隐约 有一种担忧 这种担忧是什么 是因为曾华在菲尼莫署上 所以我的同事会更多的去看这个节目 看完之后 他会产生一种不平衡 说 曾董 你给我的工资太少了 你看 那个去火星时代 去优生教育 行政 我一万五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引导 所有人都在做企业 但是呢 有人就做成了腾讯 有人做成了华为 对吧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成不一样的企业 所以我觉得 不能用一个标准的东西 来去看待所有的行为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现在的选择 你们可以看 对吧 我的企业就放在那 那我的选手也放在这 用事实来验证 我们今天的选择是对还是错 所以我也不跟你争辩 我觉得对女会最大的尊重 是给他下入其分的薪水 是的 今天 今天这个老板 可以因为其他的原因给你高兴 而且他们俩明显的 今天可以因为其他的原因 让你干什么 是的 一个错误的示范 会给年轻人多少错误的一下 一档节目 是无法估量的 我刚才已经先承认了 我们俩在有点非理性的冲动 这个熟悉观众可以回放 这在我给的底心里 算是理性上中的罚值 可以这么来讲 我这不算说超出太厉害 我们这样 我们听一下李辉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职场小白 刚刚步入职场 基本上是零 所以我觉得王岐王总 给我的这个价格 确实让我很意外 但其实对我是一种鼓励 非常感谢 我说三点 第一点 我觉得王岐每次开公司 他会兑现这我相信 但他的确有的时候非常任性 第二 我们尊重每个老板 对于他所谓的人才认知的个性 那是他的权利 但说出反对的原因 也有我们的权利 作为一个这个智商节目 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 但最后选择是你们俩的事 对吧 一万五 能拿多久 拿得烫不烫手 是你自行的选择 来 思考十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火星时代 优胜教育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火星时代 老板是非常认可我的 我觉得是对我自我的一种肯定 而且我觉得这个老板提供的岗位 非常适合我 先用一到两年来学习积累 陈建自己 然后呢 有一个核心的竞争力 有个综合胜利的时候 我想做一个高层的管理吧 是喜欢这样 我叫朱世俊 是一名在读的工科博士 我是一个矛盾的人 一个化学专业的工科生 拥有的却是文科生的情怀 一个喜欢思考人生价值 人生意义的文艺青年 一个潜伏在实验室里的科研员 这样的矛盾常常让我困惑 焦虑 本性与学业 理想与现实 我到底该何去何从 是继续从事十年来所学的专业 还是倾从内心的召唤 勇敢地追寻自己 今天这只迷途羔羊来到这儿 他要勇敢地面对自己 朱世俊男28岁河南人 太原理工大学博士在读 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 大家好 我叫朱世俊 是一名在读的工科博士生 但我更愿意称呼自己为哲学家 我还给自己起来一个外号 叫做流浪的苏格拉底 我是谁 我要干什么 我的人生价值在哪里 这是一个大学时期 就困惑着我的问题 思考 深刻地思考 追问本质 就能找到答案 这是硕士生导师 给我的启迪 阅读 广泛地阅读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看问题 这是博士生导师 给我的智慧 所以三年来的博士生涯 给了我许多思考 和收获 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也找到了自己 今天来到非女莫属的舞台 我想寻求一份教育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对啊 这很好 这是第一位选手 在非女莫属的舞台上 把自己比喻成是一个哲学家 这个title挺大的 对 自信嘛 自信 通常哲学家都不适合爱情 你找老婆了吗 我有女朋友了 我们是一见钟情的 来来来来 说一下怎么一见钟情的 那天我和他见面 是五月一号 吃饭的时候 他指的一家餐厅的 一个房间的名字 叫做醉花间 他说这个名字很奇怪 我看上去 我说是挺奇怪的 然后就问他 他说喜欢玩微博 我说好 我说因为我以前不玩微博 那我就 我就自己建了一个微博 然后把名字起为醉花仙 每天都会在微博里写一段话 只为他一个人而写 连续写了四十多天了 才追了四十多天是吧 对 就是你们现在 已经是男女朋友关系 对 今天写了什么 今天真的没写 因为今天 就今天没写 对 今天为了准备这个 所以我没有想好写什么东西 我想 昨天写了什么 最好的时光 最美的你 最好的时光 最美的你 我的天哪 这也像哲学家说出来的话 太通俗了 爱情不就是通俗了吗 不不不 哲学家的爱情可不通俗 你做了什么浪漫的事吧 这四十天 我觉得一就是 每天给他写一段话 然后第二是 5月20号那一天 然后我就买了买了一个项链 去他学校 去他学校 他学校在哪 他在镇州大学 你在哪里 我在太阳女工大学 我坐车坐了有十几个小时 千里送项链 我觉得这就挺浪漫的 不浪漫吗 既然你说爱情本来就是通俗的 既然来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舞台 想对他说点 这样的 我在微博上写了一句话 就是他答应我的第二天 我写了一句话 我说如果我是皇帝 如果我是皇帝 我一定要照高天下 朕有心爱的人了 朕有心爱的人了 我爱他 只爱他 然后我想 那后宫嫔妃怎么办 后宫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比喻成皇上呢 因为哲学家在他的精神领域里面 就是皇帝 是吧 对 皇帝 好 行吧 我们这边很少来这种工科的博士 但是呢 就是说我们以前讲说 学硕士再学这个工科博士 其实挺不简单的 就是触动你最后下决心 我不在我的专业上发展了 那个点到底是什么把你给触动了 其实这个问题 我觉得和我这份爱情有关系 以前也谈过恋爱 但是呢 有成功的有失败的 那这次恋爱之后 让我觉得很有信心 然后真正去证实自己 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然后就 我觉得我想清楚了 所以我就做这个决定 就是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我最想找的就是教育 我一直其实就对教育感兴趣 当时高中的时候 学了一篇课文 就是韩语 讲到诗说里面的课文 他说诗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当时听到这句话 我就觉得这句话说得很棒 那为什么不去学校找 就是想去优胜教育是吗 对 我看过优胜教育的一些资料 欣赏就是 就是个性化的辅导 你去了解这个孩子 他的特长是什么 他的特点是什么 然后采用最适合的方式去教育他 如果今天那个 陈昊给你不留灯的话 你怎么办 就我们要灭灯吗 那会考虑一下 各位老板提供的职务 我觉得优胜教育会给我留灯 其实我内心觉得 优胜教育会给我留灯 那你要求薪资多少 我要薪资八千 底薪八千 对 除了教育行业之外 其他的也考虑 但是 这个意思吧 对 来第一轮选择虚货了 还有十战灯 接下来我们请天生为友 天生为友才准备了什么 我准备了一段演讲 来 掌声欢迎 大家好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 娱乐至死的时代 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 这句话最早由美国传播学家 波兹曼提出的 他对此感到悲哀 那么娱乐有错吗 有错 过分的娱乐 让我们变得单薄 而不自知 以为人就是这样 一个单薄的人 人之为人的精神呢 人之为人的智慧呢 人之为人的情感呢 他们该何处安放 所以朋友们 请翻开书本吧 请阅读文字吧 在文字中 磨砺智慧 在文字中 体验情感 在文字中 高贵精神 在文字中 找到人 之为人的尊严 我相信书籍 我相信文字 我相信我自己 也相信在座的 每一个人 谢谢大家 这个陈浩 你应该有你自己的观点 你觉得他 对这样的性格 适合教小孩子吗 这个毋庸置疑啊 因为你学理工科的人 其实在 你的语表能力 也没有问题 教小孩子绰绰有余 那你在这行业里 是想做研发工作呢 就是去做内容的开发呢 还是想 就是做一线的教师啊 这可是两个贡献方向 我想做研发 然后给孩子们一些资料 让孩子们参与到 课堂的讨论当中 引导他们思考 对这个问题的 更深的理解 你喜欢孩子吗 喜欢啊 你能不能把我们 当成孩子 启发一下我们 你这样你主题一点 就有机和无机化学 你能不能特别简短地 给大家讲明白 现场去考验 我的教育能力 让我去解释 什么是有机 什么是无机 当时我听到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真的是 老在一片空白 朱老师好 什么是无机化学 什么是有机化学呀 你可以 你现在坐到的地方 你可以用手 抚摸一下你的椅子 你感觉到 感觉到他的生命了吗 没有 对不对 这就是无机 无机就是 没有生命的东西 你是没有 什么教学经验的 对吧 教过吗 大学的时候 带过 当过家教 当过一个属家家教 读研究生 就一个属家对吧 对 而且你带的是高考生吗 带的是初三的学生 初三的 难怪呢 你举的那个例子 确实有点欠妥的 容易带入歧途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可能 教学经验确实比较少 但是你又喜欢 你又长得比较正气 对吧 确实像个老师 我觉得有点纠结 你本来都很正气 让陈浩纠结了 朱老师 不敢 对 那个我觉得你 你上台这么长时间 我对你的那个 印象都特别好 但我不觉得你应该 做教育行业 因为你 那个所有的 这个表达都太教条了 然后89年 我刚算了一下 28岁 然后其实是个年轻人了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给你个建议的话 我更觉得你应该到企业里去 然后参与到生龙活虎的 这个生意当中 或者是这个 真正的业务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性格评估 在尽责性这方面 得分是中等 这表现他在 作社方面 考虑问题方面 更加随性 工作方向定位呢 他是更喜欢 跟人打交道的一些岗位 以及呢 涉及到技能型方面的 一些岗位 自我评价高 从刚才的面试的时候 表现出知识比较高 但是呢 他的这个思考问题啊 随意性很强 特别是找到 他自己认为的人生真谛 也就是因为一次恋爱 产生了这种思维 其实也是很随意的 这充分说明 这个人生的直思啊 是抵不过一段爱情的 这个要徒老师来接 经历了一段爱情 把自己所有的人生梦想 全改了 我们先看一下 小兵的解读 朱师俊有点像包公 不是因为长得黑 而是因为他的性格里有着公正 谨慎又细心的一面 和他最匹配的老板是 王琪 两位都有小清新 带萌可爱的一面 和朱师俊最不匹配的老板是 侯学军 两位都比较谨慎 相处起来有些距离感呢 说咱俩是最不匹配的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有点不太看好你 就是我也不太看好你的选择 我觉得你对哲学的理解 其实未必那么深刻 反而你自以为是很深刻的时候呢 你就做出了一个特别重大的选择 比如说你现在想把专业推掉 想去一个教育行业 而且也许你进去以后也很不热爱 那现在就问你 万一发现自己选择错了 怎么办 我觉得既然做了这个决定 我确实也热爱孩子 也热爱教育 我觉得这个选择不会错 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做教育 小朱老师 你看啊 这龟岩有机奶 侯总是做这个有机奶的 然后这个乐活式的余总先生啊 人家是做有机食品的 对吧 都用到了你的专业 是吧 你干嘛一定要去做教育呢 所以我越听越听不下去 看不到优势嘛 何苦要在他路上 其实我不反对 刘总刚才说你 要真的要重新考虑一下 这些企业部门 其实你在企业部门里头做 这个职工的这个培训 专业的培训 教育 我觉得也没有离开 你的这个初衷 对不对 是一开始 那图老师 在这个地方我一定要讲一句话 其实以前我是很 就是说要 好比这个人 他在这个专业上 花了很长时间去学历以后 得了这个硕士学位 本科学位 我还是很鼓励他去做本专业 但是最近呢 我看了那篇文章 得到这个最大的启发 就是说 我们不见得一定要把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是完全设计好的 我应该在这个生活这个当中 我去根据我随时的这种灵感 我根据我的发现 我去做这些调整 所以我们没有这个必要说 他现在他经过他自己 很深刻的考虑 想去教这个小学 或者教中学生的话 我认为很合适 我特别感谢苏华酒店的许总 他对我这个选择很认可 他也赞同我的选择 而这一点他给我的很大的事 我非常感谢他 其实整场面试下来 我觉得朱博士这边 我觉得你真真感兴趣的 其实不是教育 是哲学 其实你老是离不开你的哲学 其实我总觉得 你是想通过教育这个行业 去实现你哲学的一种 再说明白一点 他不是想做老师 他是好为人师 你希望你的工作当中 能够影响一些人的思想 对 让他们爱思考爱学习 这是你的最终目的 对不对 就是从某个角度上 指导人家的人生 对不对 指导人生不敢说 你都哲学家了 怎么能不知道人生呢 我给你一点 从HR角度的建议 我看了你整场的表现 我真的就是没有感觉到 你很适合做老师 就是这个话可能有点 忠言逆耳 但是请你慎重地听 为什么 就是做老师的人 首先你要是个有趣的人 这是一 二一个呢 从你专业的角度而言 一个是桂圆有机奶 还有一个是乐活式 其实是与你的专业特质 更为贴近的 另外我也劝一下 这个侯总 刚才小兵分析说 您和这位选手 可能有一些背离 指导人的背离 但是我认为这并不关键 在所有的企业里面 多元文化和碰撞性思维 其实是迸发 所有活力的源泉之一 我建议您考虑它 包括乐活式 来 第二轮选择 续货率 还有古战灯 来 我们听一下 他们推荐的职位 徐老师 您先来 在我们的技术部 我们有这样的位置 我们可以去培训 我们的角度店的 这些相关的人员 来 于重胜 我欢迎你来 为我们的销售部 做教育 那我提供的职位呢 是销售经理 地点在北京 你可以考虑一下 OK 谢谢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 像类似 培训的研发和助理 那这种岗位 那作为教学培训的 一些课程开发 或者横向的教研的工作 我觉得可能对你来说 也是一个方向 给你两个岗 一个是我们研究院的 化学方向的研发助理 那另外一个就是 可以去做一线的 教师的助教 从辅助教学开始 两个方向 教育是个大的概念 所以我们这边 给您提供的岗位 是品牌推广 一点在北京 谢谢 作学家 五盏灯 面三盏 留两盏 考虑好了吗 考虑好了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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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于重振 陈浩谈情不伤感情 写好了 请揭晓 对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满意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选了两家完全不同的 啥意思你是 因为一个是专家 一个是我的理想 所以选了这两家 所以你要让自己纠结吗 不纠结 现在一点不纠结 行吧 那我们看看 他的选择是什么 好吗 来 十秒钟 优胜教育 乐活事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优胜教育 我平常是一个 很活泼幽默的人 觉得海上 大家都说我很刻板的 活泼幽默这一面没有表现出来 可能还是因为紧张的原因吧 好当离愁 我是王波 一名戏剧演员 其实我非常喜欢 我非常喜欢戏剧这种唯美 血液的表演形式 所以我身上有很多传统的 中国风的东西 从小我就接受着各种不间断的训练和学习 这种训练和学习 练就了我坚忍不拔的性格 我相信这种经历 在今后所有的工作当中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菲诺师各位老板 某家来有聊 王波男33岁河北人 河北省艺术职业学院高中 戏曲表演专业 好小杀好浪漫 说是不吃那是不慢 男人不会和你这不慢 男人随你分看中看 前看后看 中看盲看 左看右看 三看下看 晚看四看 人色好爽与新鲜 都可以新鲜 面孔多变运 让我相信你 没人要求我 一上场我是以变脸形式中 出现的吧 感觉 挺有创意的 挺好的 大家好 我叫王波 刚才看到了 是一名戏曲演员 来自河北宝定 毕业于河北省艺术职业学院 后来参加工作在 河北省形态诗艺剧团 是一家 国家的正式院团 后来担任到 业务主管 我兼职过一些 考前集训 技巧类的老师 商业活动的策划 还有一些商演 我想在这里 能寻求一份 活动策划 和文艺相关的一些工作 谢谢大家 谢谢 今年33岁 对 在剧团待了多少年 我18岁毕业 到前年才出来 你是唱御剧是吧 现在在御剧团 对 御剧里面有类似于 像什么老生啊 武生之类的 对 任何剧种都分 你是 我是主公武生 你是武生 对 你这个功夫应该还可以 还行吧 你来两个精彩动作就行 可以啊 可以 很苦吧 我们从小真的很苦 可能大家想象不到 我们每天早上 夏天五点起床 五点半起床 一系列的训练 压腿 踢腿 腰 跟斗 刀枪靶子 都是要避穴的 我从脚脖子 膝盖 胯 肘 手指头 都受过伤 那这么苦还练的干嘛 为了什么 说大点可能是一个追求吧 其实说实话 陀老师 我真的很喜欢戏曲 我真的很喜欢戏曲 这种表演形式 唯美协议 真的我 怎么说呢 我相信如果一个人 一旦喜欢上戏曲 他将是一辈子喜欢戏曲 当时 我很多师兄弟 都因为坚持不了这个 改了别的行业了 我一个师姐 她家在高杯店 有生意 她说兄弟 你跟我家来吧 我去了几天 但是我感觉 当时嘛 我感觉我还是热衷于戏曲 当时她给我开出的条件是 一个月500块钱 什么时候 02年吧 我在团安那时候才100多块钱 实习期 那个时候确实 重上一种信仰 我就想当一个艺术家 我就想当一个 戏曲大师 对我就这么想 我一直感觉 我坚持戏曲 没有错 我相信戏曲 所有的中国人 无论你走在哪个国家 哪个地方 如果有个地方 出现了戏曲脸谱 或者是戏曲形象 这个都是我们值得骄傲的 中华文明在这 那你后面 怎么又学变脸下来呢 就是因为戏曲 本职工作 实在实在是 养不活你 对 养不活 家人 包括现在 30多岁了 身体一些机能 可能受伤的地方 有一些反应了 没办法 我真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 还要做戏曲 我还是挺喜欢戏曲的 你现在学变脸的 这个收入提高了吗 提高了 还可以 你一场商业多少钱吧 你说在 我要是在本地 不出来的话 应该在五六百左右 一场 你一个月能演多少场 好的话 十大截二十来场吧 也就是一个月 你好的话 能够挣到万百来块钱 那个只是好的情况下 你有孩子吧 有 你希望他继承你学戏曲 还是学变脸 实话实说 变脸 还是要生存 对 对吧 所以说有一丝尴尬 和为难之数 喜欢这个 但是不足以养家户口 对 你这样吧 你跟那些想要学戏曲 或者正在跟你一样 为此而纠结的人 你想说这 各位 师兄弟 或者前辈 还有晚辈 我希望如果你们在戏剧道路上 走得不错的情况下 还是发扬我们戏剧吧 我可能是在戏剧方面的一个逃兵 我相信你们能在将来 不一定非要多么的发扬光大 但是保存住老前辈老祖宗留下的这点艺术 希望你们能够传承下去 加油 你今天应聘什么呢 我想应聘活动策划 活动策划 对 你干过活动策划 我经常记住这些东西 你说一个你做的最成功的活动 是个饮料 他们就是找我说 我们想做一个宣传 把我们产品和节目融到一起 然后让客户来更多的了解 当时我就策划的整场 包括一开始那个墙 签到墙 来宾买不买这个饮料 无所谓 签上他的名字 人有一种虚荣心 很自豪 可能我签上这个名字以后 我这场无论有什么事 我就不走了 我得等到最后 就一位签个名 对 有这样的人吗 饮料厂商做一个活动 你为什么觉得卖饮料 无所谓 只要签名就够了吗 不 签名只是 他进门的第一步 他签上名以后 他在现场可能 因为有些个事 他就 不重要的是 他可以不走了 其实活动测画 也没看到 你有什么过人之处 其实不见得 你在这方面 一定能做得好 可能在他们理念里边 这些 我的那些东西 不算新东西 不算什么 好的东西 但是我当时我感觉 我那个年纪 做到那儿不错了 你只做活动策划是吗 如果是教育的话 形体方面也可以 你要求薪酬多少 八千家吧 八千家 你一个月现在上演 一个月能够挣到 八千两块钱 好的时候 平均下来差不多 王伯 我们先把八千块钱的事 放放 华山再高 顶有过路 我觉得你从上台之后 一朝一世 给我们真是 就是满满的享受 我想劝你一句 就是你看看 优胜教育 陈总那边 是不是有这种 素质教育里面 有种戏曲课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你真的在舞台上 全是闪光点 你可以在 教小孩子的过程中 把那种匠人精神 发挥得淋漓尽致 你属于舞台 我想代表 这广大的观众留住你 谢谢 是花过 流过汗水的 有吧 谢谢 谢谢你支持我们这种 你有地域要求吗 北京天津附近吧 大家先考虑一下 我们第一轮先选 来 第一轮选择 薛霍霖 还有十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 准备了什么 变连已经变完了 对 已经变过了 功夫也看完了 您能跟我们来两句吗 可以 唱一段吧 那就来个预计吧 都可以 都可以 拿你最拿手 下围去传一传 贵妃娘娘 撩龙跑 上千曲 好花多江叫一声 贵妃娘娘 往予你商量 商量啊 因为我对那个 戏曲艺术特别了解 因为我们家里人有从业者 你也会唱两嗓子 我也会唱一点 来一点 可以啊 我就唱那个 阿庆嫂那样 你学阿庆嫂 你会 你会 刁得一吗 刁得一还可以 你跟他对着来呗 你就商量 有点紧张 你你来给他起个头 你来不起头 来来来来 这个女人啊 很专业 把心 唱 雷起起心躁 同户筑三江 带起把心桌 招待十六方 来地都失刻 全凭罪一张 相逢开口笑 过后不思量 人一走 茶就凉 接到这儿吧 不错 非常不错 因为那个 家里人有从业这个地方的 所以就看得多 但是我嗓子不好 不会学 我相信你肯定喜欢戏曲吧 对 我非常喜欢看 就像刚才说的 只要喜欢戏曲 一辈子都会喜欢戏曲 这个啊 说起心里话 刚才就从你的表达上看 我其实挺佩服你的 因为 现在戏曲 很难坚持 对吧 而且大家基本上 观众看得很少 都是中老年人 是吧 这个演员很不容易 能像你这样 台风这么正 完了以后 这个心思 也一直还在 能留在这么久的 我觉得很不容易 所以我 你要干什么 我很佩服他 实际上 你给他留岗位吗 我真的还是要 给他留岗位 可以就做活动 因为你既然已经选择 就进入职场 能不能把面放宽一点 如果从基础的业务做起的话 你愿不愿意接受 我感觉我自己不太适合卖东西 就推销售嘛 不太适合销售 销售有很多种 就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事情 你每次去做商业 去接活的时候 你不是销售 对 其实是一样的 这么一说好像也是 是啊 有些场子不让你去 你要跟人家谈价格 我要上 是吧 多少钱一场 你不就销售吗 老伯 我问个问题啊 你刚才晾了几招功夫 都学过什么权种 不知道 打你 到你那去吧 问一下 那个女总老板 我其实我关注过他 我这个权种戏区里面 不分这些个 没有权吧 打红拳 你有很严肃地练过 中国传统武术吗 认真的练过吗 戏区里面 所有的都和武术 只是停留在戏区里面的 武生的阶段 对吧 招式 在你未来的人生的规划当中 有没有成为 电影动作巨星 这样的一个考虑 当然有啊 真的有还是假的有 百分之一万的有啊 你别来了 三十好几的人了 什么都行 哎呀 你的这个现状 很有点像体育生啊 然后要走入职场啊 有这个一季特场 可是这一季特场呢 跟这个未来的这个职场啊 真的是不能够 完全画等号联系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 在登上非你莫属 这个舞台之前 如果有更多的艺术生 想要转行啊 然后从你们以前 热爱的这个事上 要走到职场生活中来 自己要给自己定定位 找一个能够进去的职位 踏踏实实地从头积累 这才是个比较好的态度 对 这个其实我很认同 刘亚彤的观点 其实对我们这些人来说 艺术是奢侈的 其实艺术本来真的是奢侈的 坚持下去本来就是不容易的 所以在登上非你莫属之前 你应该想清楚 也许你今天来面试的 就是跟艺术完全不相关 就是养家糊口 我在第二轮选择之前 我再问你一遍 如果除开与你艺术相关的 和商演相关的 你到底能做哪些幕后的事情 如果老板相信我的话 我可以一边摸索一边 但如果是做业务的话 薪酬8000就有点高了 你就要低一点了 能接受四五千的理性吗 最好再多点 这不是最好再多点的问题 你要面对现实 我们也要面对现实 艺术是无价的 不是 我觉得四五千都有点高啊 王波坦率来讲 你没有什么转型优势 对 而且老板 如果现在真的聘你 也无非就是因为 这个钱不多不少了 无所谓 那尴尬的是你 对 如果你连四五千都能接受 你不如自己努力去讨点活 你把你的商演拍得满满当当的 比上班强 就是自己从做商演 到最后退出商演 去组织商演 其实也是一条出路 你自己考虑一下吧 来 第二轮选择虚货磊 还有两盏灯 我们直接进入 谈前补上感情 写好了 请揭晓 我们给你提供的职位 就是活动执行 因为我们现在在很多社区 也开了门店 可能要在社区里 做不少宣传 所以我觉得你的 过去的过往的经历 很有对这些活动 很有帮助 对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四千加有点少 你想加到六千是吧 四千加到六千 最少六千吧 六千 愿意加吗 我觉得没有必要加 因为我们的拓展的话 就是通常情况下 如果说够勤奋的话 一个月两万是没有问题的 靠自己 四千底薪再加 对 四千底薪 做销售嘛 底薪都很低的 其实还是对销售 不太有信心 我们公司是一个扁平化的公司 你想想 我从一个助理 可以做到副总裁 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 思考十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我选择是 我选择龟源 因为他直接给的我就是活动策划 因为我来的目的也是这个 我的目标就是 如果在自己的文艺方面的能力 能给企业带到最大努力 我感觉非常自豪 我也会向这个目标努力 我叫郭义平 内蒙古人 今年六十二岁 从教四十年 逃离满天下 也许有人会问 一个老头来造成热闹 重要的不在于年龄 关键要看你有没有干货 我辅导高中学生的课业 在七八个月的时间内 从全校倒数第一名 毕业考到全校第一名 追求卓越 是我的内在品格 是我的能力所带 郭义平 男六十二岁内蒙古人 内蒙古师范学院本科中文专业 大家好 各位老总好 我叫郭义平 来自内蒙古 今年六十二岁 由于出高中 数学总考一百法 高中刚毕业的时候 我们公社的中学 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聘我为该校的数学教师 从此步入教学的地堂 当过本地教育制的主编 写过校史 补习高中学生的数学 三十六期的时间 提高了七十三分 有五十分 提高到一百二十三分 创了记录 来这里 想给补习机构 高考前 高考前 齐分补习班 做一个部门读管 提高学生的成绩 增去创建 京城 第一 报分 齐分的 补习班品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陀老师 郭大爷 还来找工作呢 要不要找凳子坐着聊 不用 不用啊 身体不硬朗着呢 怎么还找工作呢 发挥余热 也不是余热 我不想扔掉我这个 我的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他们两个 入这个重点高中的时候 都是全校倒数第一 然后呢 都是在七八个月的时间 考到学校第一 这在那个学校很聪明 我女儿考上北外 就北京外国一大学 好学校 她这个考分了 比头一年考上北大的 考生还高九分 您的教学方式的特点在哪呢 两个孩子都从倒数第一 考到顺数第一 做按我的要求做 你什么要求 我和校长请假 回家 晚上自习客室 在家里边三个多小时 按照我的思路来 那您以您的水平 您自己开个培训班 那可得赚钱了 还是我是想搭上这个 补习学校的这个平台 强强联合嘛 这节目一播 你得火呀 也不一定 有的人不一定能认识到它的价值 比如呢 你曾经在哪些地方应聘过 我至少是前年在八十个机构应聘过 包括咱们的优胜教育 优胜教育 你去应聘过 傅寺了 傅寺了 歇灭寺 在中关聪 后来他们又总部帮到这个 好像是烧号 搬到那以后让我去傅寺了 傅寺了以后就没消息 所以你就追到这儿来了 我追到这儿来了 你逃都逃不掉了 我刚才 都搬了好几年了 真的好几年 是了就是那年 就是那年 就是那年 听说您还在新东方运聘过 我去过四五次 你去那运聘什么老师 我因为不是一个 因为我自己有个助教团队 有五六个老师 我带课件 投影仪我放一下 也就三分钟以后 他们的老师 有个成语或者素语 叫大气也不敢出了 叫大气不敢出了 有个牛 那你成了吗 移民成功了吗 最后他是这样 我连你去这个数学负责人那去一趟 我说不行 我要借就借于敏黄 要借于敏黄 他说我们也很难借到 说这样 你要是非要借他 你上酒楼行政处 你去那儿往要一个鱼种的油箱 然后你给他把材料发到油箱里边 你觉得他们对你不重视 不重重 所以你就走了 走了 扶秀而去 扶秀而去 老先生说话就是不一样 您今天的意向企业是不是就是这个 陈昊 因为你这个补习机构 只有这个优胜的老板 对对对 您要求薪资多少 我那上已经写了 底薪 您是期望100万到500万 是的 我们是说每个月的底薪 就是因为这六个人 我都得给发工资 你是六个人集体应聘 你代表 对对 您是组团应聘 这是我那个项目 栏目组 我们好像没有组团 好 这个交给你 好 我们先说您 对 再说另外五个好吗 先说您 您的要求最低薪资 每个月最不低于多少 底薪 怎么你也得一个月的三万块钱 一个月底薪三万 综合心思您希望得到多少 二百万 你有地域限制吗 只在北京吗 别的地方不可 那是不是说除了沈昊 其他人都可以灭灯了 都可以灭 好好好 他们没有教育类的岗位嘛 对对对 我们岂有 一万无有 他那是特匈 他那是特匈 对 浩哥交给你了 对 而且人家没见着余敏红 今天见着陈总 他不是出高中 余敏红邮箱一会儿我给你 你给他 对 我连手机号都给你 那个 今天我就特别期待 陈总的这个精彩表现 各位老板 尤其是王总 不要再争了 我不争 我没有资格争 来 今天正好符合 优胜教育的教育方式 一对一 第一轮选 老板则拒货瘤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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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以选择 我保安都可以 哦 哎 你们很懂事儿嘛 哦 真是一场好戏啊 看热闹不怕事儿大 大家要怎么配合 应该配乐 应该配乐 大家都知道我在这舞台上不直接招老师 但您62岁的一个老的教育工作者 我也是希望您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分享 哎 我们也希望这样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第二环节 天生我要 来 接下来你们一对一应聘 我就不插什么话了 你们俩自己来吧 来 陈浩 那个我看了您的这个业绩简介 您的主要方法就是 就是 提海是吧 就练提是吧 不一定 有个好的老中医 他是对症下药 就我们俗称的针对性嘛 对对对 针对性 那您自己 就因为我倒不是说您现在年纪大了 就是您自己现在解题速度大概是一个什么效率 我基本不解题 因为我又聘的北大博士生 还有我儿子也就现在就毕业了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就是 这个有些不必透露的就在这不说了 哦 就是没有办法公开来讲 对对对 是因为一讲大家就会了吗 还是因为什么 也不一定 因为大家知道了也许还耽误大家了 讲一点点一丢丢 哈哈哈 这么说吧 您知道现在全国的数学教材大概分多少类吗 那个我不管他 那您对今年人教板在高考方面 您有什么见解吗 因为高考完吗 这个我现在暂时还没有 哦 因为我对过去的传统老教师的一些教学方法 大概有些了解 尤其是对于这个时代人的解题效率 我大概有些了解 所以说我不敢在这个舞台上来给您下任何判断 如果您有诚意面试一个教师啊 一个年薪一百万到五百万的教师 那我建议您咱们到现下咱们还得经过几轮的 比试啊考试 试业 对对对 必须试业 哦 必须试业 那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 你怎么看 我问你啊 我问你陈浩 的确陈浩在这个舞台上没招过老师 招过研发人员和课程销售 以及一些管理人员 诶 平常如果是像 这位老师到您那去应聘 能见得到你吗 呃 不会 你除了研发总监啊 可以 所以他今天到这儿来了 不 但是说实在的就是 一个年薪大概四五十万的老师啊 就研发专员这种级别的老师 我们基本都是六面以上 呃 说课做课 我们还要给课题 对 而且您说的这个分账方式 我也听着挺匪夷所思的 这也不像是找工作啊 其实我觉得这是找合伙人一样 你觉得呢 有点是 而且坦实的来讲 郭老师我 我一贯不会这么客气的说 因为您这个岁数在这儿 我觉得如果您真的有自信 能够拿到一百到五百万年薪 您就可以自己去创业 我第一 我年龄大了 跑这个营销呀 您不用跑 因为如果您的课程适应性这么强的话 我现在机构会抢着要您的 这样啊 这个郭老师 其实你如果认为自己的教学水平是非常有效的 其实您内心深处是希望更多孩子 像您的孩子一样 能够学习成绩有所提高 对 次要的才是利益 对对对不对 对对 那么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如此高薪酬的岗位在这个舞台上 的确是难以一时间达成 而且你好像今天的这种方式也是合伙人的方式 不像是应聘 所以其实我还是建议 还是建议您线下跟陈浩去联系 既造福于企业更造福于那些学生 好吗 是 第二轮选则去获利 好 把灯亮起来 今天这个灭灯跟往常的灭灯的意义不一样 因为您的这个方式不一样 希望您台下跟陈浩去联系 好不好 谢谢郭老师 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